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爱我的法式香草奶精 但是咖啡本身就充满了抗氧化剂 这是你身体许多能量的来源 调味过的奶精往往充斥着脂肪 糖 以及额外的热量 用它稀释你那杯哥伦比亚的话 会迅速将健康的黑咖啡变成甜点 偶然放纵自己一下 当然是没关系 但请试着喝纯的咖啡 以获取所有的好处 二 如果你必须喝甜的咖啡 请走天然风 如果你习惯帮咖啡拉花 那么你要直接改成黑咖啡或许有难度 如果你觉得真的很难改 试试看添加天然的甜味剂 比方说天然香草啊 龙石兰糖浆啊 或甜叶芷 如果你这样还喝不下去的话 至少试着把平常的甜味剂或者奶精砍掉一半 一步步来嘛 三 添加肉桂或可可来增添风味 如果你需要在黑咖啡里面添加风味 可尝试在里面添加肉桂或是可可 以增添天然的风味 肉桂对于调节血糖来说非常好 而且也是抗氧化剂的另外一个来源 可可呢也一样 它会是抗氧化剂的额外生力菌 而且现在你的咖啡就变成美味的摩卡咯 顺带一提 所有的这些抗氧化剂都会维持你的细胞洁净 对抗可能导致你生病的自由基 并且还有抗衰老的属性哦 四 试试杏仁乳 讲到风味啊 如果你依旧需要在咖啡里面放些额外的什么东西的话 那么就试试杏仁乳吧 跟调味奶精相比之下 这是比较健康也比较天然的选择哦 而且它也会增添那一丝奶油般的魔力 也许你在温暖的咖啡里可求的就是这一味 以非乳制品来说 用杏仁乳替换鲜奶油 或者一半一半会是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太多牛奶可能会让你的肚子不舒服 但这个不会 专家秘诀 其实外面也有卖调味的非乳制品奶精 请别过量 这样才能看好你所摄取的糖分 五 请吃点东西来搭配你的那杯陈间爪哇 如果你早餐只喝咖啡 你之后可能会颤抖而且会感到越来越紧张 你可能也会经历一些 不慎愉快的洗手间小旅行 因为空腹喝咖啡可能会损害你的胃黏末 搭配着咖啡 吃顿健康早餐 会有助于吸收一些咖啡因 你等一下就不会经历那些不愉快的副作用咯 六 特定时间之后避免饮用咖啡 一个人平均早上要饮用大约两到三杯的咖啡 我绝非常人 我们再来煮一壶吧 然而 你下午两三点之后 就不应该再喝咖啡了 这样你晚上才不会睡不着觉 毕竟咖啡显然会含有咖啡因的 所以我们才爱嘛 喝太多会打乱你的睡眠规律 尤其你如果本来就有点失眠问题的话 咖啡因是真的会让人上瘾的 所以不要整天都喝咖啡喝个不停 你不希望变成这个不健康的习惯的 七 煮咖啡 请使用滤过的水 没滤过的自来水 也许会在咖啡里加入糟糕的金属 以及其他不好的东西 若有疑虑 请与你的自来水公司确认水质 要不然的话 如果你使用刚过滤出来的水 你的咖啡可能会好喝很多 这或许真的能够提升你的爪哇体验 而且过滤过的水 可能整体来说都对你比较好 你可以两种放在一起测试一下 看看自己是否真的能喝出其中的差异哦 八 运动前半小时喝一杯咖啡 当然啦 抗氧化剂在这里就发挥作用了 你越健康 你健身的强度就越好 在运动前喝一杯咖啡 也能提供一剂小量又健康的咖啡因 可以增加你的肾上腺素 让你想要拉长运动时间 并且更认真运动 这也会增加我们的栈桃荷尔蒙 让我们确实准备好 要运动并且烧掉一些能量 相较于那些运动前的营养补充品 在健身之前的30分钟喝个一两杯 是天然又健康的优良选择哦 九 咖啡的量喝对了 能够改善脑部的运作 要计算出你的最佳咖啡因量 得根据你的体重 这其实是有个方程式的 也许你的医生在这点上面可以帮你 每个人当然都不一样 我们都有不同的病史 不同的体重 对咖啡因的忍受度也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饮用到 恰恰好正确的咖啡量 你会注意到记忆力改善 反应时间变快 以及脑部运作整体上更优异敏捷 最棒的一点是 咖啡会提振心情 我也要报名提升脑力 这我一定用得到 十 试试气泡咖啡 改掉喝汽水的习惯 对 真的有这件事 所有的汽水都不好 就算是低卡汽水 因此从你的饮食中消除汽水 对你的身体可算是大大的加分 帮自己弄杯加了气泡的冰咖啡 然后倒入有机柠檬汁 以及有机糖 你可以再添加其他健康的成分 例如姜木锦 用来增添风味以及健康效益 以姜木锦为例 这不止包含更多的抗氧化剂 还有电解值 这样你就不会脱水咯 电解值对于健身其实也有帮助的 十一 防淡咖啡 哼 你有提过这个吗 只要添加草寺奶油 以及椰子油或者椰奶到黑咖啡里面 就可以拉 我知道听起来有点怪 但如果你真的希望自己的咖啡健康爆棚 添加这些成分会提供你脂肪 真的是对你好的脂肪 而且也会在咖啡里面增添额外的能量 早上一两杯防淡咖啡 应该能够轻易让你撑到午餐时间 十二 使用可回收的纸滤网 没错 可再使用的滤网会降低垃圾量 但使用可回收的纸滤网 会让你泡咖啡的方式更加的健康 即便黑咖啡很健康 但它确实含有两种不利于我们胆固醇的成分 咖啡醇和咖啡豆醇 纸做的滤网会把它们从你的咖啡里面滤掉 这样你就拿到完全健康的一杯爪娃咯 十三 在咖啡里面添加姜黄 这是个相当新的趋势 姜黄是一种富含健康效益的香料 它对你的免疫系统很好 而且富含消炎的特性 这个香料拿来加在黑咖啡里面 或许听起来怪怪的 但人家说 撑得很好喝 就像姜汁拿铁 十四 选择有机咖啡 没错 这可能稍微贵一点 但是有机咖啡不会像店里面那些领导品牌咖啡一样 还有那些拿来加工咖啡的东西 此外 有机咖啡的风味比较香醇 鲜明 浓郁 你将获得黑咖啡中这些抗氧化剂以及其他健康效益的真正原始风貌 而且更好的是 以咖啡整体而言 大家致力于建立公平交易 甚至有机咖啡也是 专家秘诀 自己在家磨有机咖啡豆 这样口味更浓郁 口感也更滑顺 你可以实验看看 豆子要怎么磨 或者磨得多细 才能够做出你的完美咖啡哦 十五 黑咖啡能抑制忧郁 要获得咖啡那些提振心神成分的完整效益 请不要使用奶油、糖以及糖浆稀释 哈佛的一份酷炫研究中显示 饮用黑咖啡的人跟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忧郁的风险降低了20% 光是早上第一口咖啡就让我们心旷神怡 咖啡的香气及风味会立刻提振心情 十六 午餐后享用一杯能让体重更健康 试试看在午餐后喝杯黑咖啡或是卡布奇诺 这会令人放松 而且搭配多数的甜点都好喝得没话说 除此之外 咖啡以及珍贵的咖啡因 会让身体放慢消化食物的速度 同时还提升了新陈代谢率 换言之 黑咖啡有助于新陈代谢了 请别忘了 咖啡不是减重神药 但是良好的新陈代谢会促进你达到健康体重 你知道什么咖啡的健康效益 是我们这里还没提到的吗 如果有的话 请分享在下面的留言区中哦 如果你今天学到新东西 请帮这部影片按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 但是嘿 先别去煮一壶新的咖啡啦 我们还有超过2000只超酷的影片 等你来品味哦 你只要点选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即可享受观看乐趣 别忘了 请持续锁定我们亮生活频道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